这要是骑机车的话很容易跌倒 尤其是现在是大晴天 如果说下雨天的话更糟糕 现在是晴天但是都有一些积水 仁爱乡仁和路179项产业道路 因年久失修导致路面破损不堪 且因路盘未设置忽然 也常有车祸事故发生 在经过当地居民残勤之后 日前先议员林芳宇也到现场会刊 林医员表示 指道路是农民产业运输 以及平静部落主要出入道路之一 日前在与现场会刊后 也以同意进行改善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来完成发包作业 紧速改善道路 让居民出入能够更安全 路面不宽 但是这边进出的人 来来去去的相当的危险 尤其是在机车在行走的时候 因为高高低低 更容易造成危险 整个道路的长度太长 所以只能依照它的路面的状况 来去做区段的补修 花了三四百万的经费在这里面 也希望说能够先从我们比较重要的 这一个区段 比较危险的这一个路段来做改善 希望说能够给地方一个安全进出的一条道路 由于此一道路修缮经费三百余万 已搏入仁爱乡公所准备开始动工 当地居民也感谢县长以及林芳宇议员的用心 也希望能够早日来完成改善工程 让農民产业运输及出入也能够更便利 是从十几年以来都没什么顺势 林芳宇议员来给我们看一遍 他就真金给我们建筑 也要感谢管长 林芳宇议员 林芳宇议员 所以我们这条路后做复兰起来 也很安全的 副议长潘一泉感谢县长以及县府团队的用心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来完成改善工程 让邻居部落及居民出入能够更安心 记者陈维一仁爱相采访报导